原来大猩猩在吃菠萝的时候 也会将皮一块吃进肚子里 难道不怕难消化吗 其实大猩猩不仅喜欢吃菠萝皮 就像这个香蕉 只见大猩猩先是将香蕉里的果肉吃掉 然后接着就吃香蕉皮 吃的也是相当享受 所以大猩猩它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从来不会浪费 还要让我们更意外的 你看大猩猩是如何吃树皮的 它是用牙齿直接把树皮刨进嘴里的 而且你看大猩猩的皮九度 它们的消化道比人类要长很多 加上大量的肠道消化菌落 从而可以达到更好的消化效果 还有就是大猩猩的牙齿 它们的咬合力也很强 所以很多人类咬不动的东西 对于大猩猩来说都是轻轻松松的